在2022年,有的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的人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虽然每一年都有不少离婚的明星夫妻 但在2022年,这几对明星夫妻的婚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2022年离婚的夫妻 1.黄晓明,杨颖 2015年一场世纪婚礼轰动全网,众星云集,星光璀璨 杨颖实现了人生的重要进阶,嫁给了她心心念念的男人黄晓明 此后杨颖为黄晓明生下儿子小海绵 二人婚后开始还是非常甜蜜,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夫妻俩经常隔空喊话,家庭聚餐的频率也很多 婚后两人也经历了许多风波、流言,不过都被他们共同克服 但是2019年开始,二人开始貌合审理,加上经常分居 导致二人聚少离多 流言四起,夫妻俩却不再共同辟谣 而最终在2022年1月份,黄晓明与杨颖给了大家一份答卷,宣布离婚 一段大家也许并不十分看好 但曾轰动娱乐圈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二无倩,张雨剑 2月14日是情人节,在明星纷纷秀恩爱 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的时候,也有一些明星别出心才,选择在这一天搞事情 没错,说的就是张雨剑和吴倩这对夫妻 一部何以生肖默,让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吴倩名声大噪 随后吴倩的资源一直不错,戏约不断 可是演戏天分却没有让她避开自己恋爱脑 因为拍戏她认识了张雨剑并爱上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还与她秘密结了婚 吴倩工作室在这一天突然发声明 表示吴倩跟丈夫张雨剑已和平结束婚姻关系 随后,吴倩本人晒出了自己跟女儿的照片 称单身姑娘们的情人节约会 而张雨剑本人也发文 感恩曾经美好的相遇,未来漫漫长路 我们还是孩子的父母与彼此最亲密的好友 不过评论区却并不友好 网友纷纷吐槽张雨剑结婚的时候不官宣 离婚的时候倒挺积极,热赞到了近三万 还有网友称其骗婚,下头,口碑可以说完全翻车 说起来,这也是因为两人的感情起起伏伏太久 没想到关宣一年后就直接离婚了 也是令人始料未及 2021年3月,张雨剑才发文承认结婚生女 她表示自己是正常恋爱结婚 确实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法律手续齐全,表示自己早已领证结婚 有意思的是 从被暴恋爱到结婚生女以及关宣 张雨剑全程没有提过女方 而且种种表现都令网友诟病 认为其缺少担当 吴倩2019年传出怀孕生产的时候 被男方粉丝各种攻击 张雨剑都没有出来维护 直到2021年3月13日有媒体曝光 吴倩带着孩子出街的照片 张雨剑才官宣承认 全程很是被动 而女方在产后复出时 也是肉眼可见的沧桑 她每一次露面 网友都能发现状态不佳 整个人以脸色蜡黄,眼无凹陷 然而就算面临这么多压力 男方也没有出来维护或者发声 官宣时也是因为女儿被媒体曝光 这也难怪网友会吐槽了 而在官宣离婚后 对比男方评论区的吐槽 女方这边倒是一片欢天喜地 网友鼓励吴倩好好搞事业 还有人称离开男方她会更好 不过既然双方都已经和平离婚了 那就祝福各自美好吧 三孙姨,董子健 如今才三十不到的董子健和孙姨 已经将结婚,生娃,离婚都经历了一个遍 一个是京圈少爷 一个是16岁就出来闯荡的模特 从身世,圈子和成长环境来看 两人的差距就摆在那里 离婚是在意料之外 却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从过往的蛛丝马迹来看 两人离婚似乎早现端倪 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董子健作为内地第一经纪人 王金花独子 也算是天之骄子 反观孙姨却是一名普通的艺人 原本不该有交集的两个人 却在一次电影节上互生好感 两人正准备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孙姨的嫣然一笑填进了董子健的心窝里 2016年10月 董子健和孙姨的恋情被人在飞机上撞破 和其他圈内情侣的遮遮掩掩掩不同 两人在被曝光的当天 董子健也大大方方地官宣了他和孙姨的恋情 2017年 董子健和孙姨的爱情结晶咕咕坠地 可是他们并没有举办婚礼 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隆重的仪式 这是很多女生所不能接受的 用孙姨自己的话说是 年纪比较小 不想在演艺圈大张旗鼓 所以尽量低调 与董子健在一起后 孙姨的资源肉眼可见地比以前好了 先后在15年等待候鸟 迷雾围城里担任女主角 可是孙姨本人宣称 自己的资源和董子健没有任何关系 两人结婚以后 孙姨拍的所有戏都是经纪人一个一个去争取的 2018年 董子健参演的电视剧《大江大河》播出 虽然不是主角 可是她的出场将期待值拉满 后来凭借续作《大江大河2》 董子健荣获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奖 2020年 董子健与陈道明 妮妮 刘诗诗 王霄领弦主演的电视剧《流金岁月》播出 在这部剧里 董子健饰演的是礼貌温和的富二代谢洪祖 董子健的演艺事业扶摇直上 但是另一头的孙姨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生下女儿之后 孙姨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孩子只有五个月大的时候 她就付出拍戏了 戏一拍就是一整天 晚上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宝宝 其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清楚 一边是自己钟爱的事业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宝宝 孙姨两边都不想放弃 这时候的董子健自然就被冷落了 独自带娃的艰辛无人问 不嫌是大的亲戚在这时候劝孙姨生二胎 虽然孙姨对这件事没有很大的反应 可是她的心里还是很失落 为什么就没有人问我想要的是什么 在各个方面压力的催化下 这段婚姻或许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裂痕 终于2022年8月8日 董子健与孙宇冠宣离婚 虽然说在婚姻上他们已经分道扬镳 但是在事业上 两人又朝着同一个目标迈步 所幸两人都是三十而已 祝他们在新的旅程上越来越好吧 曾经张嘉尼的豪门生活令人有多羡慕 如今的她就有凄惨 情深时面对镜头 买超信誓淡淡的承诺 她与妻子之间没有离婚 只有丧偶 如果变心就自断双腿 仅仅八年之后 她就在深夜出轨了小她十几岁的女大学生 一切的承诺都成了过眼云烟 回看这些甜言蜜语 只会觉得如此讽刺 2014年张嘉尼官宣恋情 2015年嫁给买超 结婚八年连生两子 直到婚变发生 也没能等来那场期待已久的婚礼 从人人羡慕的豪门媳妇到如今被泼脏水 面临净身出户的局面 张嘉尼的这八年到底有多卑微 富二代买超在朋友聚会上偶然见到了张嘉尼 她完全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友标准 即使张嘉尼多次劝阻对方放弃 但买超始终坚持以朋友的身份守候在她周围 嘘寒问暖 无微不至 这种持之以恒的追求 最终打动了张嘉尼那颗冰封已久的心 2014年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买超和张嘉尼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年之后大儿子诞生 两年之后小儿子出生 可谁能想到 三年连生两个儿子的张嘉尼至今还没能获得豪门婆婆的认可 遗憾的是 张嘉尼永远也等不来这一天了 2022年11月25日 狗仔爆出买超深夜在酒店约会北京电影学院2019集的学生绍琴 在买超出鬼丑闻爆出后 很多人都在替张嘉尼感到不值 将近十年的相伴却换来了一场背叛 面对外界的种种争议 张嘉尼并没有表态 只在微博平台上回复了六个字 爱得起 放得下 好在张嘉尼还有事业作为支撑 她的清醒和独立 让她在面临如此之大的婚姻危机时 还有底气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5 红心 张丹峰 近日 张丹峰与女经纪人碧莹的酒店门事件愈演愈烈 一个时过境迁的出轨事情再次回到大家视线内 当年以妻子红心相信自己丈夫的声明 结束的出轨事件 再次因为二人近期的蛛丝马迹被翻了出来 二人工作要求住同一酒店 甚至碧莹已经掌握张丹峰全部收入 让网友大跌眼镜 也为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的红心感到难过 浪子回头已然不能 网友都在等红心发声 怕只怕红心这次没什么声明可讲 也缺少了离婚的勇气 毕竟自己淡出大众视线多年 还有一儿一女 加之如果财产都被碧莹把控 那红心的处境可谓是艰难无比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但是卑微的委屈求全不是婚姻的处理方式 只靠一个人负重前行 总有一天会累到无力之称 你觉得呢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是个人负重前行 来说出自己的看法 是什么 我相信你 你愿意找到 在评论区的转型上 你很想要 那么你